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点评的这台车是1.4升手动标配 12年6月上牌 到目前为止已经6年了 但是这台车的优点是什么呢 新 只行驶了3万公里 车况是非常的好 我们验了 只有车体的右前的一子板 有过小刮碰补漆的地方 剩下基本都是原厂原器 车的使用强度非常低 这么大小的车就是说家用没有问题 奇亚车的品质就是耐久性不错 现在韩系车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和产品力 现在看不算太占优势 所以这二手车的反映到保值率来说 就是照德系和日系车来比 它不如 它卖的比较便宜 换个角度上讲 虽然说是保值率不是很高 但是买二手车性价比还算不错 因为它卖的便宜 像这辆车行驶了3万公里 6年的车价格还不到4万块钱 就是说3万多块钱买一个手动挡的车 只行驶了3万公里 我却真觉得挺靠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奇亚K2定位的就是小型车 特别紧凑的A0级车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 坐四个人很宽敞 坐五个人会略显拥挤 但是作为家用代部来车是够用了 大家观察一下它的配置 这是一个1.4手动标配的 配置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眼 两个安全气囊 ABS EVD 然后车载的音响 收音机CD常规配置 手动的空调 四门电窗 电动后视镜 大灯高矮可调 遥控钥匙 手动挡的变速箱 韩系车都爱设计一个倒挡提纽 它在这挂住倒挡 无挡手动变速箱匹配1.4T的动力够用 观察内饰 纯黑的仪表盘 搭配这种暗色的哑光的视条 显得比较酷 包括翻满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到这个车的成色了吗 真的特别新 虽然6年只行驶了3万公里 全程4SM保养 我们大连一手车 这个车款我们验了 非常好 真平 虽然没有皮座 但是这个步座 这个厚实程度 这个支撑还是不错 套上自己心仪的座套 没有问题 这个车走的就是实惠路线 油耗比较低 保养比较便宜 手动挡 如果您能开 这个车的油耗 基本应该就 也就是7个左右 上下半带步 练个手 没问题 K2的外观造型 比较活跃 搭配这个虎啸式全脸 这个三项造型 白色车身 年轻人会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 K2的车长4米多一点 它比它的母型 就是老千里马来说 空间要宽敞不少 西部空间一拳零四指 头部空间大概有一拳左右 够用 这个车毕竟是紧凑型的车型 后面的配置相对简单 只有这个电动门窗 对不起 中央扶手 空调出风口都没有 中央扶手也没有 坐两个人 后排没问题 坐三个人 低它高度还可以 可以接受 作为代步车 它是称职的 奇亚K2的造型 跟它的兄弟K3和K5差不多 五小时前脸 这种辨识度挺高的尾灯 加上自己的商标 还是比较显眼的 标准的三项设计 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 这个行李箱容积 大概300多升 不到400 日常用是足够了 现在这是在产车型 六年车龄 三万公里 价格不到四万 真的挺合适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 好 如果您对这台 白色的奇亚K2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坎汽车 点击并留言 奇亚K2 我们会有更多 这台车的资讯 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